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邀请我的分享人之前 我想要问问所有Facebook的朋友 你们在申请这个商业贷款之前 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如果是没有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Facebook的comments那边按A 没有 那如果B的话呢 是有是自己申请 C是你有透过那些贷款顾问来帮你做申请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生意老板 他们都想要尝试看看自己能不能申请得到 那有时候就的确是会遇到一些挑战 然后就会让他在这个process 这个论的过程中呢 吃到一些苦头哦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朋友就会透过这些论 来帮他们apply 那就简单他们的工作 又可以容易的申请得到 感觉是这边的Facebook的朋友 比较多是打B 是自己申请 那不懂你们这些打B的朋友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啊 当你们apply这些business loan的时候 ok 好啦 事不远迟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今天的主角者哦 你好 很荣幸今天晚上邀请到你来到我们的这个Facebook的分享会哦 ok想要问你哦 其实通常生意人他们是会用哪三种理由跟银行申请他们这种生意贷款呢 ok 通常他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他们会扩展他们的生意啦 就是说他们就做大了 ok 他们需要去贷款的 第二就是他们周转失灵 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动 ok 第三就是啊 私人理由 就是和公司的物业是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他们需要借钱贷款来 给他们自己的私人投资 或者是买其他的公司等等的 哦 那这样子 呃 银行会不会因为这三个理由 然后就可以批准他们的这个 呃 生意贷款呢 no no 其实 呃 银行来讲呢 ok 他们只是接受第一个理由 就是呃 我们讲说扩展他们的生意的 其他的理由呢 银行是一开不接 ok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生意人会找我们顾问来帮忙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把黑变成白 ok so 详细的步骤我就不多说 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是不一样的 ok 那你可以呃 再跟我详细说明一下 呃 扩展生意那一个部分吗 ok 呃 现在我们就回来到啊 第一个理由啦 就是那个扩展那个业务 ok so 呃 不要以为说今天你一进去银行 银行就会批你这个贷款 就算是呃 十个生意人 ok 有第一个理由去跟银行贷款 最多也只有两个人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以下我想要说的那个理由 ok 第一个就是你的公司业务 或者是烧箱额成长太快 比如说呃 一百万跳到去五百万的话 银行也不借 ok 第二个就是你的公司太新 但是你有工程在手的话 银行也不借 ok 第三就是呃 公司想要借三百万 可是银行最多只能够给你一百万 呃 银行也是不借 或者是报税不足 就怕你还不起 银行也不借 so 总而言之啦 银行要有一万个让你伤心的理由 一万个伤心的理由 这么多啊 对对对 你可以唱那个张水友那首歌 什么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哇这样子都很挑战一下我 如果是今天的朋友很多都是说他们是自己去贷款的话 那的确他们会碰钉子碰到很够力哦 对的对的 所以就是呃 这个就是呃 这个就是我们顾问呃 step in to assist them 哦 ok 那那是不是他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呃 把资料交给银行 然后就可以 这样子去银行那边等消息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普通呃 简单的讲 most of the customer 他们只是 他们会认为说 借钱的步骤是非常的容易 就是说 今天我走进银行 交了资料我就可以交给你消息 可是你要知道 当你要借一个贷款的时候 你的准备工夫是非常的重要的 第一你要去对的银行 第二就是你要碰到 会写故事的那个银行家 我们叫做how to justify a case 他要会写故事啊 对对对 ok 哇 的确是一点挑战的 那刚才你有大概提起到那个现金流哦 那其实在公司来说 现金流是意味着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 ok 现金流啊 让我来跟你讲一下什么是现金流的意思 现金流就是说现金流动那个方向 ok 所以一间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增加 不代表公司的现金流是健康的 而一间如果是他亏损的公司也不代表那间公司出现了一个现金流的问题 ok 让我带大家带生命一点了解一下什么是现金流 ok 所以刚刚说到一间公司啊 的那个营业增加 如果 但是也可能会面对到现金流的问题 现金流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 ok 在马来西亚的话 如果你是有做生意的话 你必须要学会放账 ok 如果你放账期跟你的供应商 放给你的账期是一样的话 那么基本上 你们是做五本的生意 但是可能我们也要需要一点点的资本来抵获啦 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 ok 那么什么理由会影响到那个现金流 ok 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好的理由 一个是不好的理由 alright 第一个好的理由就是说 我的生意做大了 ok 我需要更多货 但是我的供应商不肯给我更高的额度 ok 那么 ok 我的资金就会短缺 ok 坏的就是 很简单 就是烂账 就是我的Google 跑路 不还我钱 这个导致到我的那个 资金链出现了缺口 ok so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一间亏损的公司 ok 他也可能没有那个 建金流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 你看SUC 公司的报表 有很多很多项目你要注意的 而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叫做撤旧 撤旧就是我们所说的Depestation ok 通常在制造的业的公司里面 ok 有很多机械 那么Depestation相对来讲就比较高 对不对 对对对 ok so Depestation的报表是支出的支益 所以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 但是由于Depestation不是现金的支出 所以不会影响现金流 ok so 总而言之 ok 一间公司 一定要有维持一个 positive cash flow 这样怎么样去免签一个positive cash flow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和银行贷款 ok this is one of the method ok 所以就是说他们如果想要拿到positive cash flow 这样就是跟银行贷款 那就可以 对 这样大致上那个时间会要拿多久 如果是你们advisor帮他apply 那个business loan ok for business loan来讲呢 大概我们到application到出前为止 是三个礼拜三个星期 ok 我们讲是一个无底压的clean loan 因为它是最快的三个礼拜 那如果是说比较挑战的那些呢 比较挑战的文件上呢 比较挑战的文件上呢 比较挑战的文件上也是 maximum 一个月的时间 ok 这样也不是很长的路 因为你们是一个有经验的arvisor 对 对 我们是讲速度 ok ok 好 谢谢你ashley 谢谢ashley今天的分享 ok 我们等一下Facebook的朋友你们还有一些 我们还有问答的那个环节的话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请留步 我们接下来的问答环节 ok 好我们现在来到下一个环节 我们再邀请我们的美女ashley 来到我们的问答环节 ashley 嗨 我又回来了 我现在来查看一下 看有没有Facebook的朋友问一些问题 ok 所以我这边有一位朋友问我 my company is doing well so we still get a bank loan 他公司做得很好 这样他还需要去拿bank loan吗 应该的 因为刚才我有提到 positive的现金流嘛 ok 如果每个月 你的那个分级上 还不成负担的话 那你就别由于申请贷款 让更多的现金流 毕竟现在 现在在market上有一个最便宜的那个package which is 3.5% per annum with a 6-month moratorium 它是在20年里面 历史里面最低的那个历史来的 我觉得是 我真的是很觉得是很值得的一个package ok 所以这个是你建议他们都可以去apply 这样子的这种的配套对吗 对对对 是walk in就有了的吗 walk in street bank就有了吗 对呀 你walk in street bank就有了的 可是你要记得之前我有提到 他就说你walk in street bank的话 你可能拿不到那个loan 因为事前准备是非常的重要的 ok 那这边还有一个是 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公司是很好在MCO的时候 但是2020年很差 然后去年也不是很好 那还可以拿到loan吗 我看相信这个问题 不只是这个费数的朋友问 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对对对 现在我做的case 大多数都是based这个problem的 ok 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哪一所银行 他们都有不同的条款 ok 我们顾问的那个avantage就是说 我们是collaborate with所有 基本上马来西亚所有的银行 所以我们很知道每一间银行的那个条款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有能力去坚定一间公司是否有发展的潜力 ok ok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说 他其实之前有被银行reject过他的loan 那现在如果他还想要再申请的话 loan approval的percentage高吗 因为始终都有在secrets有出现一个reject ok 基本上来讲呢 如果一个loan被reject 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的 as Kanga我提到的 of course 你是不是去对的银行 或者是你找对银行家来写故事没有 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ok so你必须得到很正确的那个资讯的 so如果你要获得的每一次 每一个case 他都是一个delete的案件来的 ok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话 你可以啊 私讯我 我可以分享给你 怎样去把那个loan去get it approved ok 我今天学会一样东西 要学会写故事 所以偶尔是都要学会写故事对吗 学会写故事 对吗 对 你们绝对是故事家 ok so 这边还有一个还有几道问题 ok 这边还有问 是什么样他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文件 来apply他们的这一个loan 然后才知道他们有没有资格拿到银行的贷款呢 这边 对对对很多生意老板都想知道 到底我要准备什么文件 准备这个也不是准备那个也不是 或者他们要要到很多 ok 基本上如果google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不会去很重极的跟他们经营他们的 我们会在我们的level we will filter first ok so我们需要最基本的文件去filter whether the client is entitled for the loan or not ok 三样 三样 三个文件 第一个就是我要它的latest audited report ok 第二就是我要它的latest six month bank statement 第三就是我需要每一个director签一个consent form to pull secrets secret就是在bank the guarantee里面你pull出来 我可以看到你的东西美还是不美的 还有啊你所有的total commitment是几多 so我们都会做好calculation 然后我们会come up with a very very good proposal ok 那我刚才你分享了这么多种种的那一些strategies 如何去apply这些business loan 还有可以拿到什么样好的offer之类吗 你可以最简单的一个分享案列 让我们今天的facebook朋友可以更加简单的知道 有什么的case study 让他们可以大概拿来做参考 ok 最近我有做到一个case是quite complicated的啦 我们也知道during mco construction company is actually是最被疫情影响的 而且损失也是蛮惨重的 ok 所以这某间的建筑公司就come to us ok 所以经过我们的查证我们的团队就发现到他 其实他拥有很丰富的资产的 ok 所以我们就为他做出一个重组了 我们叫做consolidation和调整 ok 所以最终的话我们就帮这个客户拿到180万的贷款 也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了 180万不少我 然后这个consolidate也是我知道是你们smartchoice的 那个最厉害的 对对对对 consolidation ok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都问 这样我要跟银行申请是跟你申请 所以Facebook的朋友你们可以聘用我们的MCN的那个Facebook page 然后我们会直接告诉你Ashley的contact 那你们可以直接联络到我们的Ashley 嗯 ok 让我再查看一下 看还有没有任何问题来自我们的Facebook朋友哦 ok 一下子哦Ashley 嗯 ok so far就是这样子啦 谢谢你Ashley今天的分享 ok 所以我很谢谢Ashley今天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更加懂这个贷款 在生意贷款应该要如何 ok interface 很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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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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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